北京召开全球政党大会,布局号令世界的前夕,连报红黄蓝涉嫌威胁儿童,驱逐低端人口,公园试行实名制等丑闻 港媒指,此为中共执政和法性危机爆发的前兆 香港《苹果日报》属宁李平的文章指,北京这三大丑闻,哪怕官方如何巧言令色,也改变不了民众列评如潮,给当局挖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文章称,被称为贵族学校的红黄蓝幼儿园竟被揭发虐童,并传军人涉嫌猥蜉儿童 当局拘捕虐童的教师及所谓谣言散布者,但以硬盘损坏为由拒绝公布监控录像 这一恶性事件极大的伤害了中端和高端人口 于是,硬盘总坏,坏人总造谣的评论,在网络热传 大兴区火灾后全市的人口大清查,又伤透了低端人口的心 尽管当局百般补救,但这场排华行动已引起全球关注 把刚刚营造的新时代强国形象砸碎 如同当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砸碎了北京奥运营造的万邦来潮 举国和谐的虚假外壳 而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下周是行实名制入园 同样受到欧美媒体关注 中国意见人士也担心这是针对他们在公园聚会的措施 文章指,买菜刀要实名制,上网要实名制 连广公园都要实名制,这无非是中共恐惧执政和法性危机的表现 文章分析,北京市当局事后的危机公关 不但没有平息风波,反而越描越黑 令舆论一再发酵,证实塔西托陷阱效应的典型表现 而大陆媒体用塔西托陷阱理论去评点这些事件时 虽然开始关注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 却对信任危机的噪音会莫如深 习近平2014年如此定义塔西托陷阱 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 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 他进而警告,如果到了那一天 就会危及中共的执政地位 苹果日报文章最后说 如今北京深陷塔西托陷阱 正是中共执政和法性危机在爆发的前兆 就在中共政权陷入塔西托陷阱 进一步失去人心的同时 当年发表九评共产党剧著的大纪元编辑部 在此推出重磅文献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这本书揭露,共产主义背后的共产邪灵 制造各种谎言,屠杀无数生命 并操控人类破坏传统文化 颠覆传统道德 其根本目的不是造福世界 而是毁灭人类 但终究邪不胜正 共产主义也正在走向最后灭亡 11月29号,中共喉舌媒体一报道说 11月30号至12月3号 中共邀请世界200多个政党在北京开会 所有党媒采用同一篇稿件 大赞这个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 在世界具有突破性 暗示中共在引领世界 不过大陆网友们却嘲笑说 怎么这么大的事没人关注啊 有网友说 查了半天也没说哪些国家 哪些政党出席 希望能有一些名声好 国力强的国家大党派到场 别来的竟是咸语 我估计国际上像模型像样的 大概没几家会去 直播率都大 跑来给你捧个厂 直到捧这个厂就能得到很多银子 它目的也不在于真的要向你中国学 这种做法我们在毛时代 我们就知道了很多了 这些大的国家 而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 如果真有哪个政党 那跑到北京去 真的拿了钱回来 那就变成一个丑闻了 所以人家还不见得去拿他的钱 原山东史学教授刘英全认为 中共之所以召开这个会 是为了欺骗国内民众 因为共产主义 已经在世界上破产了 它就是虚张声势 还是为了欺骗中国国内的人民 就是叫国内的人民看一看 哎呀 共产党不得了 你看世界上这么多朋友 甚至世界上这么多党 都听共产党的 那共产党真是世界上的领袖了 造成这么一种假象 来欺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不过旅美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 中共开这个会 是为了解决经济下行问题 它的这个经济下行 就是它的这个产能过剩 如果经济下行的话 它的这个合法性 就要打一个大问号 它展开这种对话 实际上呢 它希望能够帮助它 在全球推销 这个过剩的产能 所谓政党 它很可能就直接能够参与 这个政府的议事程序的 不过蓝树认为 中共能否达到目的 要取得其他国家政党的信任 很关键 如果想做到这一点的话 首先在中国国内 做一个榜样出来嘛 能不能够尊重中国国内的 把个花瓶党 变成实际存在的政党 进行民主选举 然后呢 让老百姓去选择 适合中国前途的道路 在中国国内 你都不可能跟其他的政党 真正做到携手合作 那你怎么可能在全球去做到这一点 因为这些利益冲突会更加尖锐 北京之春民运主编胡平认为 中共召开这个会议本身 就是一个笑话 各国民主政党 它要为本国的选民服务 并不会搞这种国际性的活动 国际性的活动 那是政府出面的 不管政治文化交流 经济上面的 那个政府出面 没有什么以政党的名义 搞什么国际性会议的 胡平表示 中共和正常党的区别在于 它霸占了国家所有的资源 而其他国家党派的资金 只能来源于党费 所以这个西方的政党 哪怕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 他们的民主党 这个共和党 都算是很穷很穷的党 他们的党务工作人员 那基本上都是做义工的 他们的办公大楼一点也不豪华 甚至他们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 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 一般说谁是党的副主席啊 根本谁都说不出来 他党的机构那种服务性质是很明显的 刘英全说 在国外成立党派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几个人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就可以注册一个党 因而中共所宣扬的 邀请的政党规模最大 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过刘英全认为 在国际社会公认共产主义 是过节老鼠的今天 在中国社会连幼儿 都不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 中共这种劳民伤财的会议 不管规模多大 也笼络不了人心了 香港南华早报12月1日报道 王岐山虽然已经卸任政治局常委 但习近平仍会给他安排政治角色 希望他继续发挥政治影响力 目前 王岐山仍然享有出席政治局常委会的特权 报道引述数个消息原指 王岐山预计将在明年3月的中共两会出任国家副主席 报道引述分析称 王岐山虽然依从七上八下潜规则退出中共领导层 但习近平依然希望加强政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王岐山退而不休 透出反腐运动压力不减的信号 对于王岐山出席常委会 上海的政治学家陈道寅分析说 王岐山已经不是政治局常委 他很可能没有投票权 但是他会以元老或者顾问的身份发言 报道称 非政治局常委出席常委会 打破了近年来的惯例 但不是没有先例 1980年代 杨上坤就曾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 而非政治局成员出任国家副主席 也有王震和荣毅人的先例 中共体制下 国家副主席只是出席外交场合的礼仪性角色 但当年实权人物胡锦涛 曾庆红和习近平也曾先后兼任副主席 令该职务的分量一度有变 但随着中共十八大后李元朝的继任 副主席又恢复成花瓶式职位 如果王岐山出任副主席 其角色必将再次改变 11月28日和29日 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网接连刊文 总结王岐山的经济角色和外交经历 并表示习近平需要一位精通经贸的心腹 专门负责应对中美外交棘手议题 这些文章被认为 是替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吹风造势 此前已有多方消息指 王岐山可能在明年三月解替李元朝 出任国家副主席 甚至有台媒引述内部消息称 中共人大常委会已为此出台提案 做出过渡性安排 11月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时 王岐山出席了欢迎晚宴 而尚未正式卸任的李元朝却罕见缺席 似乎增加了这个过渡性安排的真实性 中共宣传部前副部长卢伟落马后 整个文宣系统风声鹤唳 有分析认为 在现今文宣系统高官中 危险系数最高的 当为19大退出常委的江派要员刘云山 港媒称 有传刘云山的儿子刘岳飞 在19大期间已被调查 刘的下场或复制周永康模式 中共远中宣布副部长 网信案主任卢伟 涉嫌严重违继日前被宣布调查后 网络上一片喝彩声 欢呼这个严厉把押言论自由 疯狂疯网的指挥者落马 不过 消息称 网信办的很多极左的命令 大多来自中宣布 而此次卢伟的落马 被认为是主管意识形态的 江派柳云山与习近平之间 双方激斗的结果 东网26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卢伟去年被免去国家网信案主任 没想到却沦为19大之后 被查的守卫不及老虎 而围绕卢伟周边的利益集团 亲信下属也纷纷被查 光电系统 央视 新闻出版系统等意识形态重振 也有一批官员消息被调查 只是还没有公布 评论说 文宣系统出问题 之前早有征兆 过去五年来 文宣系统经常出现高级黑现象 表面上是不断推崇习近平 实际上却是上纲上线 一边利用官媒大搞个人崇拜 一边又操纵自由派人士攻击文革复辟 个人崇拜回朝等 手段相当阴险 不过 值得深思的是 在过去五年 刘奇宝并不是文宣系统第一人 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才是拥有最高话语权的人 评论说 中宣部前部长刘奇宝在19大上 为能保住政治局委员的席位 说明他过去五年的政绩 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认可 因此被吓了 那么已退休的刘云山是否能够全身而退呢 最近有消息传出刘云山的儿子刘岳飞 在19大期间已被调查 刘岳飞曾担任中信证券副董事长 中信证券据传深度介入2015年的大股灾 后来被认定是针对习近平的经济政变 评论说 当局过去的反腐一直采取薄洋葱的方式 先将目标人物周边的关系人一层层的剥离 然后指导核心 比如周永康 刘云山是否也会落得如此下场 不妨拭目以待 港媒曾爆料 自十八大以来 刘云山一直利用文宣口对习当局的政策进行抵制 封杀 并多次挑衅习的讲话 不断制造事端 刘云山还操控中宣系统 不断以高级黑手段将习包装成毛泽东第二的形象 让外界误认为毛是文革的悲剧将重演 此外 早前网上出现中办官员匿名发表题为 刘云山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一文 曝光刘云山掌控的宣传口及其家族腐败丑闻 中共十九大会期官方曝光孙政才 薄熙来 周永康等六人阴谋篡党躲权时 大陆体制内专家新子灵披露 重庆被江派两次选中作为基地 第一次是薄熙来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 第二次曾庆红又安排孙政才在重庆 希望他若干年后能起作用 而刘云山早前曾经专门给宣传口内部做指示 宣传孙政才 几乎三天一见报 规格非常高 一字就是树立未来的接班人 将来继续他们的意志 搞事推翻习近平 此外 刘云山还因追随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学员 利用其掌控的宣传机器 用谎言诋毁法轮功 被追查国际发布通告立案追查 无论发表什么言论 无论做什么事 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 他进而警告 如果到了那一天 就会危及中共的执政地位 苹果日报文章最后说 如今北京深陷塔西托陷阱 正是中共执政和法性危机在爆发的前兆 就在中共政权陷入塔西托陷阱 进一步失去人心的同时 当年发表九评共产党剧著的大纪元编辑部 再次推出重磅文献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这本书揭露 共产主义背后的共产邪灵 制造各种谎言 屠杀无数生命 并操控人类破坏传统文化 颠覆传统道德 其根本目的不是造福世界 而是毁灭人类 但终究邪不胜正 共产主义也正在走向最后灭亡 11月29号 中共喉舌媒体报道说 11月30号至12月3号 中共邀请世界200多个政党在北京开会 引起全球关注 把刚刚营造的新时代强国形象砸碎 如同当年的三鹿奶粉事件 砸碎了北京奥运营造的万邦来潮 举国和谐的虚假外壳 而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下周 是行实名制入园 同样受到欧美媒体关注 中国意见人士也担心 这是针对他们在公园聚会的措施 文章指 买菜刀要实名制 上网要实名制 连广公园都要实名制 这无非是中共恐惧执政和法性危机的表现 文章分析 北京是当局事后的危机公关 不但没有平息风波 反而越描越黑 令舆论一再发酵 证实塔西托陷阱效应的典型表现 而大陆媒体用塔西托陷阱理论 去评点这些事件时 虽然开始关注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 却对信任危机的噪音会莫如深 习近平2014年如此定义塔西托陷阱 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 北京召开全球政党大会 布局号令世界的前夕 连爆红黄蓝涉嫌威胁儿童 驱逐低端人口 公园试行实名制等丑闻 港媒指 此为中共执政和法性危机爆发的前兆 香港《苹果日报》属名李平的文章指 北京这三大丑闻 哪怕官方如何巧言令色 也改变不了民众列评如潮 给当局挖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文章称 被称为贵族学校的红黄蓝幼儿园 竟被揭发虐童 并传军人涉嫌猥亵儿童 当局拘捕虐童的教师 及所谓谣言散布者 但以硬盘损坏为由拒绝公布监控录像 这一恶性事件极大的伤害了 中端和高端人口 于是硬盘总坏坏人总造谣的评论 在网络热传 大兴区火灾后全市的人口大清查 又伤透了低端人口的心 尽管当局百般补救 但这场排华行动意义 所有党媒采用同一篇稿件 大赞这个会议在中共历史上 具有开创性 在世界具有突破性 暗示中共在引领世界 不过大陆网友们却嘲笑说 怎么这么大的事没人关注啊 有网友说 查了半天也没说哪些国家 哪些政党出席 希望能有一些名声好 国力强的国家大党派到场 别来的竟是咸语 我估计国际上像模型像样的党 大概没几家会去 直播率都大 跑来给你捧个场 直到捧个场就能得到很多银子 它目的也不在于真的要向你中国学 这种做法我们在毛时代 我们就知道了很多了 这些大的国家 而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 如果真有哪个政党 那跑到北京去 真的拿了钱回来 那就变成一个草闻了 所以人家还不见得去拿他的钱 原山东史学教授刘英全认为 中共之所以召开这个会 是为了欺骗国内民众 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在世界上破产了 它就是虚张声势 还是为了欺骗中国国内的人民 就是叫国内的人民看一看 哎呀 共产党不得了 你看世界上这么多朋友 甚至世界上这么多党都听共产党的 那共产党真是世界上的领袖了 造成这么一种假象 来欺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不过旅美时事评论员 兰述认为 中共开这个会 是为了解决经济下行问题 他的这个经济下行 就是他的这个产能过剩 如果经济下行的话 他的这个合法性 就要打一个大问号 他展开这种对话 实际上呢 他希望能够帮助他 在全球推销 这个过剩的产能 所谓政党 他很可能就直接能够参与 这个政府的意识程序